这就是那棵用5块钱买回来 用最简单的方法入水的蝴蝶兰 看它生出来的根 长得还不错 这儿长花苞了 我们抹了催芽记 没催出芽 催出来的又是花 看看它的根 有没有什么不良 没什么太大变化 本来想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入水 万一发生点什么故事 比方说烂根啊什么的 然后再借机 介绍一下怎么救治烂根结果 它没有给机会 就这么安安静静的 平平安安的就渡过了入水初期 拿出来放这儿 仔细看一下它的根 还好哈 有长了一点点新根 但是也还是有烂能看到吗 中间里面这个 这个根气色看着就不对 用手捏一下的话 能够感觉到它有点变软了 所以这个根 等一会儿我就直接把它剪掉 不要了 其他的根看起来和之前 变化不是很大 还行 像这些根上已经有一点点黑的地方 它不会再回归绿色 它就这样了 它不恶化就已经很好了 我们放在这儿时候 好多黑的部分就在这儿 多数都没有太多变化 和原来差的不多 所以这样就不用去管它了 就是如果像根上这样 有伤或者叶子上有伤 如果那个伤不恶化的话 就是没有太多的变化 就不用去管它 它就那样了 你好好养它 因为这些伤也好 疤也好 其实也跟 就像我们人身上 如果说一有一个伤疤 就不会变得跟好皮肤一样了 它就留在那儿了 但是它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我想胡迪兰也是这个道理吧 像这些根上 它已经出了状况 不会复原了 但是它也没有更多的危害了 就这样了 但是心长出来的根 你看 它的气色就不一样了 这些叶子 如果仔细看一下 尤其这片比较严重 有很多很多小点点 小水点 这个叶体 你如果尝一下的话 还有点甜味 这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是虫 有可能是菌 也有可能其他什么原因 总之 每一个出小水点的地方 都是一个小伤口 那些小水点 就都是蝴蝶兰的分泌物 一般情况下 它没有什么危害 发现了 只要把它擦掉就行了 如果觉得黏不好擦 还可以蘸一点醋 除了叶片上 有时候花梗上也会有 这几个小花苞 之前没长这么大 我就已经发现它是花了 但是我就说那就开吧 如果说特别想催出苗 不想看这个花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花掐掉 然后呢 看这个杆下头 这不是还有牙点吗 然后再抹 还有一次机会 做一个选择吧 兴许下面发出来的是苗呢 但是我就让它开吧 这棵的生长还算平稳 没什么大毛病 但是我还是准备去给它 喝一次茶 就算是保健吧 这叶子也都擦洗过了 背面的那些小粘叶 也都擦没了 这就是在泡茶了 等等 是 现在有辖隔了 这币的喜欢证则 来说 竟然就能干净 那么我们来说 我准备 你的融合 你 我是 没人 我 我